天氣冷 手腳凍僵 取暖舉動釀成病 我每到冬天 那個手跟腳一定都是發麻的 手腳冰冷到我是睡不著 我一定要準備那個吹風機 吹到腳熱了才可以睡 用溼又冷的天氣覺得好冷 第一個動作要去電暖爐去烤 結果那水管縮到很小 突然又變得很大的時候 整個發炎物質釋放出來 非常癢 它得了一個病叫凍瘡 今晚10點 東升中德台32頻道 衣食好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